问问Andy 如何解读这次的议色结果 有分析觉得现在的手段可以减慢通胀 又不至于人质经济衰退 所以昨晚就利好的气氛 你认不认同这个分析和看法呢? 其实这个分析的看法 我觉得大致上都可以对的 因为其实 应该这么说应该是对的 因为大家原本的市场就一直很害怕 甚至我们上次也有说 怕究竟联储局会否有政策失误 这个政策失误 不是来自于说他突然要追加息这个这么简单的情况 大家都会知道 其实今次的通胀很多东西都是供应链的影响 那变成了其实联储局加息 如果硬乱加来按下通胀 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原本 就算我们自己觉得 上次也有说 其实未来可能5月6月原本都是想着 你最多加一次0.75 那之后呢 其实你最多加多两次0.5 这样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健康一些 以三次计算是一次0.75 但是先附近 市场就已经开始pricing 见些futures 就推到市场开始pricing是两次0.75 是 那其实pricing两次0.75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 因为其实不合理 最终有几件事 一个就是大家会想 刚才说会不会有政策失误 第二就是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美国是出现了两个情况 是令到其实联储局要等的 一个就是之前出现的GDP的数据 就是上一季突然负数 第二就是其实关于内地的疫情管控 其实这个呢 反而我觉得市场是 过去这三个几月 就是头三个几月是没有反映过 没有预计过会这样 那所以其实昨晚 就是美国那边 就是自己也有约略提一提这个风险的 那所以其实你说 在今次来说 0.5 他昨晚这样说 做了一次0.5之后 说未来两次呢 其实他们没有想过会抢0.5之后呢 就是立刻令到股市 或者立刻把投资气氛 突然转好 那一对是变得很小 因为其实由两点钟 由那个意识的那个声明出来 到他出来做问答环节呢 嗯 之前其实市场是上落了 起码两队 就是上一上 上完再落 下完又上 上完又下 那直至出现了那一队呢 其实市场才立刻去反映 看好 那你问我觉得 那那个基调大方向呢 其实是遇了 我估计大家觉得夹的呢 除了说是0.75那个 就是0.75那个 大家害怕的那东西是觉得没有了 第二呢 就是说其实 就是那个缩表 缩表的速度 其实比大家想象中有点慢的 嗯 因为其实如果以他上一次的通 或者过去一个月 每个人走出来欺骗你 就是那个 那个议员就说 我现在要加得很快 其实大家是有想过 会不会缩表一下就走到最尽的 谁知道昨晚都不是 所以就 我会这样看啦 就是昨晚的反映 来自于 就不是只是说 是不是看好 说整件事好夹 而是我觉得是 之前市场 价值才得太过负面 那变成了 昨晚就叫做正常 有点点 面积的气氛 因为其实气氛呢 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过去的几个月 其实不断看到美股的投资气氛是 近这几十年啦 一定是最差的那几次之日来的 是 就是会差到呢 你可能是觉得是 除了没有金融海啸那么差之外呢 其实 连COVID 或者很多 很多次的大调整 都没有那么悲观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 最重要的分野啦 所以其实你看到昨晚就 刚才有提到美汇指数啊 还有美国的国际的那个利率呢 就是都立刻回软的 嗯 这个我估计都是证明市场有很多 我会说 未必说是不是 一定是完全看好那个情况 但是最少 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sale in fact 就是buying rumor sale in fact 就是反过来的那些东西 就是昨天晚上发生了 是的 那就是大家都会 就是 就是继续解读那个 就是未来的那个政策啦 那么现在好像 就是方向就明确一点点